難以忘記初次見你 一雙迷人的眼睛 在我腦海裡你的身影會散不去 握你的雙手感覺你的溫柔 真的有點透不過氣 你的天真我想珍惜 看到你受委屈我會傷心 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靠得太近 怕我沒什麼能夠給你 愛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也許有天會欺負自己 想念只讓自己哭了自己 愛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愛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你這麼容易就看穿一個人 你不會覺得這樣很討人的 人生歷戀吧 而且你這麼單純你真的想法 更難猜猜到什麼 什麼人生歷戀受得這麼好聽 我看你從道明斯他媽媽那邊 聽到很多關於我的事情吧 你為了接近我 早就徹底研究我不是嗎 他並沒有提供我 他對你的思考 對你的想法 只是我這些日子已然對你的觀察 我沒有騙你 要不是我漸漸的了解你 我不會到學校去 自動揭穿我不是青龍的騙你 我也不會向你坦白 我的真實身分 我告訴你喔 我到現在還沒有完全信任 沒有關係 反正我以後也不會騙你 聽我的話 忘得到明示 現在要你忘記或許不太可能 但是你真的沒有必要 為了一個不適合你的男人 去勉強自己過那座充滿荊棘的場 你真的不需要這樣子 因為你本來就屬於我們這邊 而不是他們那邊的人 留在這邊不要過那座橋 這樣就能讓自己活得輕鬆一點 你到家了 我走了 怎麼了 愛情真的會瘋狂嗎 愛情真的會瘋狂嗎 真的不可能永遠嗎 這個問題 你必須自問自答 因為我的答案絕對是肯定的 在這世界上 沒有什麼事情是永遠的 更不用說是愛情 我不想一再的和他分手 那對我們是一次又一次的傷害 但我們一次心痛的眼神 讓我在陌生的不停的流淚 那座橋我不過了 在街 在街 每一個人都是直接 他又在街 從旁邊 借用 在街 多暴走 那座橋 是 可不得 有 陳蔡 清禾,早啊 你跟那個冒外表哥昨天 哎呦,我們要怎麼樣吧? 我們要怎麼樣啊? 他是個騙子耶 當然他拿到豆瓣是他媽媽的情侶假身份來騙我 確實是很恐怖 可是我還認識他之後 發生了很多事情 仔細想想,他也不算壞人啦 他這樣也不算壞人 你腦筋在想什麼,我都快擔心死了耶 我想因為他年紀比我們大一點的關係 很多事情都瞞過他的眼睛 所以在他面前心事都不用隱藏 我反而就這樣很輕鬆 那,你也打算去跟他做朋友嗎? 陳蔡 嗨,你們早啊 清禾我們第一堂課教授很年 不能遲到,趕快走吧 拜拜 陳蔡 陳蔡 我昨天打整晚上的電話,為什麼你都不接啊? 因為我覺得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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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電話叫我來幹嘛啊? 我感冒了人很不舒服 所以我才打電話給你 叫你放東西給我吃 你把我當你的用人啊 幹嘛叫我幫你做飯 唉,你很吵耶 好歹是個朋友 你幫個忙會死喔 難道你們有別的朋友嗎? 沒有 沒有 這些都是你們的媽媽嗎? 對啊,我跟我媽學的 趕快吃啦 好久我就沒吃家的菜 你媽都不會做菜嗎? 我沒有幹嘛 沒有媽媽 我媽幾年前跟男人跑 那你爸爸呢? 我也不知道耶 我只是知道他是個船員 幾年前我媽跟男人跑之後 他就消失不見了 我現在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所以你就一直這樣一個人嗎? 小姐,你不要有點同情的樣子好不好 這年頭這種事有什麼好激情啊 比方說那個親友不就跟我很像嗎? 你做的菜真的很好吃耶 是因為你爸媽的關係 所以你才這麼不相信愛情嗎? 我有少少啊 東西我都收好了,我要先走囉 你喝點沒? 好多了 那我要先走了,拜拜 等一下 你有沒有接過我? 什麼? 有對不對? 那就沒關係 你要幹嘛啦? 幹什麼啦你? 放開我啦 走開啦 啊 放開 你還在想他對不對 是你自己說不要過那座橋 但是你卻還想著他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我對你有沒有那種意思 難道你以為一男女共處一室 是要玩電動玩具嗎? 不要那麼緊張 放輕鬆一點 是你自己要選擇留在我這邊 我自己的選擇 自己要確定 我自己的選擇 我自己的選擇 我自己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靠得太近 怕我沒什麼能夠給你 我的身心好像彼此在拉扯著 我的心好像越來越失去了平衡 嗨 不好意思啊 鐵力班早出來 沒關係啊 反正我也沒事 有什麼事情嗎? 我是想跟你說關於山菜的事 我突然想起來 我有一件事忘了跟你說 去找個好的男人吧 我們兩個 是沒有希望的 不要再等下去了 去找一個 可以疼你 保護你 愛你的男人 從很久很久以前 我的心裡就這才對 還好 我今天還在想 如果你找我出來 是要我做女朋友的話 我該怎麼辦呢 你不覺得要再來第二次吧 其實你知道我們兩個 一直是很好的朋友的關係嗎 我知道啊 我是你的好朋友 山菜才是你最喜歡的人 不如這樣吧 我跟你約定 如果我下輩子的話 你不要選擇我 你白癡啊 傻瓜 他在笑 感覺上已經好久沒有看到他的笑容了 我竟然 竟然會為了這種小事喜極而泣 這樣的我 我相信 小子一定可以給他幸福的 我相信 小子一定可以給他幸福的 你的傷害實在太多太大了 我不怕 你說的一切我都不怕 我唯一的障礙 只是因為山菜的心 不過我現在不會考慮那麼多 不管他喜歡什麼樣的人 我都會盡全力去爭取他 阿四 你要加油喔 我會盡全力去吃你的 誰都不能擋在我前面 總之我爭取他的決心 我會盡全力去 你今天本來不來上班 我本來有點感冒想要停下 晚上休息一下的時候 真的好多了 OK OK 謝謝 哈囉 是你啊 好久不見 我那兩次都不再往我失望了 Sorry 你喝點什麼 我今天對你下班 我去哪裡 不行 為什麼你有約 沒有啊 騙人 難道你教你騙人了 沒錯 你以前說過 不是不會對你還是認真的嗎 嘿 來 我一直盯著 有火嗎 我不抽煙 你怎麼知道這裡 我去逼我媽來接手下 我去逼我媽來接手下 很容易嗎 那你叫我幹嘛 你是不是喜歡上菜 Sorry 看你那麼正經的表情 我還有人家講什麼咧 我坦白的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感覺 但是我知道 這是第一個讓我有念頭 想安定下的女 你覺得意外嗎 其實 不管你給我什麼樣的答案 我都不在乎 那你來幹嘛 她是屬於我的 我只是來告訴你這句話 再見 到底是 對於一個已經不屬於你的女人 死長爛打 窮追不捨 你不覺得自己難堪嗎 你管好你自己 自從那天之後 我就房存大亂 只要是我一個人督促的時候 我就覺得自己好像隨時會崩潰 如果你是要來奚落我的話 請你走開 對不起 她是對你做的事情有點過分 因為我身邊的女人 全部很輕撫隨便 所以 Sorry 事實上有很多事情 我都不關心 一切的感情 包括親情還有愛情 我都不當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我最近變了 變得很開心 每天都很開心 應該是認識你之後才開始了吧 請你不要再碰我了 請你不要再碰我了 我對你沒有那種感覺 好 我答應你 按照你的方式交往 你待會兒有事嗎 我要去打工 我送你去 請你不要再碰我 請你不要再碰我 三菜 親和 他是誰 他是雅門 這是親和 你好 雅門 那你們要去哪裡啊 我要去打工啊 我順路送他去 親和 呃,呃,沒事,沒事 那我走囉,拜拜 拜拜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現在為什麼會跟盜明市的家表哥混在一起 盜明市 幹嘛 那個 那...那... 什麼啊 什麼啊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耶 你就說啊 天氣真好 這種天氣真想在路上出現走一走 不是叫你不要胡思亂想嗎 你還在想什麼 下午要不要醒假 我們出去吧 可不可以去一個不花毛心的地方 去熱場 熱場 好啊 那我可不可以坐一下飛車 我是好 不過可不放飛 你會害怕喔 其實我最近覺得你人還不錯 很難講喔 我本來還想騙你 可是你後來還是把見像告訴我啦 這樣總比我從頭到尾都被欺騙得好 那... 我可以碰你的嗎 當然不行啊 這是兩碼的事好不好 不要那麼嚴肅 我只是開玩笑 如果是要到遊樂場的話 要坐幾號公車啊 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十五年沒有坐公車 十五年這麼久啊 我最近才... 今天我們第一次出來約會耶 你開心一點啊 笑一個嘛 好帥喔 最近怎麼樣 我最近正好想去遊樂園 我最近正好想去遊樂園 我現在只能相信 心中這傷痛 一定會有慢慢消退的一天 好了 我知道我們要坐哪一號公車了 走吧 都沒事 洆湞 你不要走 不要跟他走 你在說什麼啊 我不能沒有你 不能失去你 你...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沒有辦法像正常人一樣的生活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真是失去你 我該怎麼辦 又不是小孩子 你不要那麼幼稚好不好 這樣子會帶給三菜困擾 對 我就是小孩子 以前的我總是想錯什麼就錯什麼 現在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三菜你告訴我 我該怎麼做 現在都繼續愛你 現在都繼續愛你 你夠了吧 你有為他的幸福著想過嗎 如果你有在他立場替他想一想的話 你就會給他平靜的生活 這樣才就是愛情 幸福 幸福 我也想要幸福啊 三菜 你跟我說 你會不會發生任何事 我都會騙著我的命去保護你 你要相信我 要不要轉車 要等一下 現在是最痛苦的時刻 等過了就可以得到解脫 不要再感情認識 將對彼此的無可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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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完,不是不要,是死都不要 什麼了不起的 到底是說你後來抓那個假表哥嗎? 你吵什麼吵啊你? 你那麼兇幹嘛? 昨天三下要給你吃,別也不理你了 你在亂說,我捶你喔 原來還是那個假表哥的 欠揍啊 你跟三下到底和好了沒有? 那也很擔心啊 喂? 嗯,我知道啊 我還有事,我先走了 喂,阿士,你要去哪兒?話還沒說完耶 我看不用講了 啊 你家是親子企業對不對? 對啊,沒錯啊 看是他們現在這樣,買一些小型的 你這樣我不懂 少囉嗦,有事會跟你說 啊 陳燦 唉唷,你幹什麼啦 嗯,不是我肚子在叫喔 你不是我啊 你明明就肚子都幹嘛不成這樣 你幹嘛那麼計較啊 本來就是啊 不然每次好像都是我在做,只有一樣 你這個樣子好可愛 你在做什麼啊 就是讓你腦子在想什麼 我才想知道你腦子在想什麼 我才想知道你腦子在想什麼 好 唉,你有護照吧 護照 嗯,上去去留學度假的時候 你不是有幫我辦嗎 哦,是喔 我想帶你去紐約 蛤? 你說的不會是那個購物中心 紐約紐約吧 我想盡早想好對策 什麼對策啊 我想帶你直接去做 等一下,你不要急嘛 我覺得這樣子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 你不想 嗯,因為學校要上課啊 而且紐約又很遠 我英文又很爛 你不要用逃避我的問題 我問你 那你昨天為什麼要下車 不會,我又想錯了吧 你在講什麼啊 你為什麼要下車 為什麼 因為 這傢伙 難道在比我向他告白 小庸 來,最後一個 好 今天三菜沒來店裡 你的工作量變重了 真不好意思啊 各位娘,你不要這樣說啊 我最近經濟不景氣 店裡也沒那麼忙了 哎呀,反正現在大家都不景氣 也不再是我們店裡這樣啊 班公里 西門 你不就上次來我們店裡幫忙的那一位嗎 上次打擾你 哪裡哪裡 他可以借我一下子嗎 可是我現在店裡的人手不夠耶 這樣子啊 那這樣子好了 你今天出了所有蛋糕跟點心 我通通都買下來 我通通都買下來 你通通要買下來啊 我家明天正好有個茶會 好,謝謝你啊 你現在有空了吧 要講出一直深藏在心裡的話 真的好難 可是今天 一定要做一個正式的開始 我一定要把那句 我也喜歡你說出口 不然一切都開始不了 嗯 就是 那個 這是什麼啊 快說啊 你那麼喧我不敢講了啦 你什麼意思啊 快點說 我肚子好餓喔 我肚子好餓喔 你餓不餓啊 要不要吃便當 我 吃我自己做的喔 你應該還沒有吃中飯吧 不過是很普通的菜子就是了 你才聽為我做的啊 嗯 但是 不知道喝不喝你的胃口 我要吃 嗯 吃不上水母的這些東西 水母 那是鮮鮮腸啊 是 怎麼樣 嗯 味道還蠻有個性的 有個性 嗯 其實你吃不慣也不用勉強啊 因為像你這種大少爺 應該每天吃的都是大廚師幫你準備的菜吧 這種小菜你當然吃不慣啊 以前都沒有女孩子幫你做過便當嗎 有啊 可是我是覺得好恐怖 所以我都沒有吃 那 你現在怎麼又敢吃了 我以為你會被小事重新來過 嗯 我那天看到你倆一起坐在咖啡廳裡面 我怎麼可能跟不喜歡你在一起啊 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 那你會和我交往嗎 咳咳咳 咳咳 欸你沒事吧 咳咳 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跟看普通知音一樣 你真的假的啊 你趕快過來 幹嘛啊 你先躲起來嘛 你在腳啦 我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你看 這邊很少人來 你看 看了 就被你再發現了 真的啊 真的啊 你真的會清楚嗎 沒有 我長在你工作啊 所以我就先過來看國進行啦 喔 是嗎 唉唷不行啊 那是你們要怎麼辦 那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就自己來看看啊 這樣不行啊 沒有人來 我剛剛話還沒有說完 我希望我們的事情可以保密 保密什麼 就是我們交往的事啊 你要我們兩個偷偷摸摸的交往 也不是啦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原來這個樣子啊 只是我希望在被別人發現之前 可不可以先保密 開什麼玩笑啊 你們要不要再被告一次 快給我滾 我們知道你在這邊 快滾啦 你生氣了啊 廢話 誰會生氣啊 偷偷摸摸的交往 是怎樣 跟我在一起很丟臉嗎 不行 這樣下去我們會完蛋 只會重蹈覆徹 我不能放棄 道明思你聽我說 我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萬一被你媽媽知道的話 她又會來破壞不是嗎 我不想 不想再像上次那樣跟你分開了 我受夠了 那個下雨的夜晚 我的心都碎了 我不想再重覆人生涼痛 我已經決定了 要我做什麼都無所謂 為了你 甚至跟我媽翻臉我都願意 但是 我也沒有要你讓她做 只是我真的沒有害怕 說不定 我們在飛去紐約的途中 小玉跟青蛙的家裡已經亂換你 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 我又不能完全不去考慮她嗎 算了 我們就先偷偷交往 但是我告訴你 買了不了多久 她就告訴我 謝謝你 謝謝你到明示 等一下你要幹嘛啦 萬一被人家發現怎麼辦 我們都已經在教你還在拚喔 我哪有 那青蛙有什麼關係 不行啦 我現在青蛙好快好緊張喔 改天啦 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考得太近 會不會太霸道了 太蠻霸道啊 而且如果你家要開橋會的話 應該是請那種大飯店的師傅 精心訴訟了吧 現在你買了我們店裡所有的蛋糕 怎麼辦啊 我一個人吃啊 怎麼可能一個人吃那麼多 小優 你精神不錯 蛤 對啊 我有些事想找你談 有事要找我談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總之跟阿斯跟山菜都有關係 你知道阿斯一直沒有放棄山菜 所以他們很有可能會重修就好 但是如果他們真的複合的話 對你很不利喔 西門 這一陣子我想了很多 我希望山菜可以得到幸福 雖然這中間我家發生那些事情 讓我覺得非常害怕 但是我覺得 既然山菜還喜歡到民室 我就應該要全力支持他 可是你家可能會再出狀況 如果我家真的發生那些事的話 我相信我們學家人都會同心協力的去度過的 畢竟山菜也是這樣子熬過來的啊 你變堅強了 你現在一點也不像是當初那個都在路邊哭泣的女孩子 這樣我變堅強了 是你還是你 我們那次開始 我就告訴自己 我必須改變 我就告訴自己 千萬不可以看清自己 這是我的榮幸 這是我的榮幸 你下次一定要找一個好男人當你的男朋友 我該走了 三餐的事我先替他事向你道歉 其他的事情我們會盡力去處理 呃... 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 他也是你喜歡的類型 怎麼可能 那時候 你再幫忙 我沒有想把事情給他 其實你有特別的事情要講 不知道其他女孩子才在那裡 實在在這麼好一個女孩子的事情 提款 先打再說 喂 是我 沒幹嘛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在這邊多久了 打手機還說你算你白癡 你幹嘛在後面做看我 我就是來看你的 手機可以掛掉了吧 你要做什麼 我們倆在這邊太行李了吧 你放心啊 我有戴帽子跟墨鏡變裝 你怎麼知道 等我走一點 你 妳們看怎麼看啊 我又沒有三次人在一起 你聽到沒有 你這樣說罵他們 人家不是就知道我們之前有什麼秘密了嗎 笨蛋 欸 欸 幹嘛 一起來在說 怎麼了嗎 你有沒有跟三男說你要來 現在找他 欸 是西門欸 幹嘛躲啊 你就是西門 他要躲進去啦 西門 西門 我是來找你的 我喜歡你 小優 謝謝你小優 我也很喜歡你啊 他們在說什麼啊 喜歡啊 你的朋友小優看得比你坦白多 西門我是說真的 你認真的表情真的很美 可是這樣子好像有點太嚴肅了 你希望我怎麼做 約會 接吻 上床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上述的每一項我都可以跟你做啊 對不起 我動手打你 可是你剛剛那樣說真的太過分了 我就是這樣的人啊 對我來說 每個女人的保存期限 只有一個禮拜 而程序不外乎這些 小優 我真的不適合 我只能當你一個禮拜的好情人 可是你需要的是一個真正的好男人 可是你不是說過 懂得珍惜自己喜歡的女孩子就是好男人嗎 而且你也說過 你雖然不是好人 但你也是好男人啊 為什麼你要選擇過這樣的生活 你難道沒有遇過 想要讓你珍惜 小優 不要裝作一副了解我的樣子 我最討厭這樣分別 西門生氣了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這個樣子 你是第一次看到小優這個樣子 你留下來看你的朋友 我讓她後面只找西門 小優 小優 我剛剛正好在旁邊 我全都聽到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想... 先生啊 討厭啊 你真的都聽見了 呃... 你不要太難過喔 不會啦 嗯... 她說不喜歡我 嗯... 而且... 我竟然打了她一巴掌 這是我第一次動手打人 連自己都覺得好痛喔 嗯... 我一定要再加油 加油... 加油... 加什麼油啊 我想知道 我想再了解西門 我覺得我現在有一點點了解她囉 可是... 她剛剛不是在狠狠拒絕你了嗎 嗯... 三彩 你什麼都不用說 只要跟我說加油好嗎 小優 好... 咻咻你... 說一下好不好 加油 那與我幾初次見你 雖然 不曾懷疑你 爱是忐忑不理 谁是你的那个唯一 原谅我怀疑自己 我明白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外 像一个小孩 只能在你怀里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要像个大男孩 风吹又晒 生活自由自带 啊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arf 想一个小孩 只懂在你怀里坏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大像个大男孩 魂缺又不晒 生活自由自带